大家好 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 这种植物叫鱼心草啊 鱼心草 这个鱼心草呢 可以入药 但是在我们贵州这边啊 这个鱼心草呢 是主要是用来 主要呢是用来这个 凉拌啊 凉拌吃 看看这个石头漂不漂亮 这个石头还有花纹 看一下 看到没有 带有花纹 一层一层的 非常有层次感的花纹 但是这个 花纹路线 太浅了 太浅了 如果是登一点了 我就把它带回去了 太浅了 这个鱼心草呢 像这种是野生的 长在沟里的野生的 我把这个水搞一下 让这个水好跟着勾走 这么大的水 这个石头 像我们这里有时候搞着搞着 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石头 我也经常捡到漂亮的石头 看 捡了个什么 捡了这个螃蟹啊 这个是螃蟹的脚 捡了一个螃蟹 而且这个螃蟹的脚还是新鲜的呢 说明这个螃蟹还走不远 看吧 还是新鲜的 还这屯肉 看 这都是螃蟹的肉 还能捡到这个螃蟹的脚 就说明这里有螃蟹啊 这么大的脚 看一下 哇 看一下 哦原来在这里 这么大一个 哇 看吗 哈哈哈哈 这么大的螃蟹 这么大的螃蟹 哎呦 看 好吧 有看 还有 有 这些沟都有 我刚刚才跑到个 桌嘛 哇 这里还有 还有 你看 这个呀 这个呀 大了起吗 这个小 跟这个差不多 看 这种这个啊 看到没有 全都出来了 这个拿回去炒来吃 你说炒来吃 还在放生呢 放生了 我们不要拿兜兜 拿兜兜 拿这个鱼 拿来 很久 哦 有 我的爸爸都有 给你 有个兜兜 快点 你的有兜兜呢 这里面抓抓抓 还抓个螃蟹出来 呵呵 你看 你们说这个螃蟹到底是拿回去炒来吃呢 还是放生呢 给个意见啊 我在这里先等你们的意见 你们说了之后我才回家啊 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